有请主持人邱锦铭 好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还有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非常感谢你们今天来参与 我们这一期的春季 我们约会吧 这期呢有一点点特别 翻个手指算一下 从2009年的12月24号 到目前为止 已经播出了接近300期了 300期节目当中呢 有数以千计的青年单身男女 在这个舞台上 大胆地去追求自己的爱情 有的成功牵手 计算下来 应该是700多对成功牵手 最终拿到结婚证的是100多对 连我们的约会宝宝 已经有20多个了 当然了 也有的是非常遗憾的 一个人黯然离去 更让人感觉到过意不去的是 还有一些人顽强地 在这个舞台上担着呢 说今天这个节目有点特殊 是源于我们今天要来的 四位男嘉宾 曾经在这个舞台上待过 有长得最帅的 舞跳得最棒的 也有在这个舞台上 站的时间最长的一个钉子铺 今天来了 来 首先让我们看 第一位她的爱情最主张 她不要什么 这是蝙蝠侠的造型吧 我不要不喜欢萧亚轩的女生 我不要喜欢柯震东的女生 我不要喜欢不负面膜的女生 来 我们欢迎这位男嘉宾飞下来 大家好 各位女嘉宾好 我叫叶天琪 今年29岁 来自于福建厦门 我的爱情宣言是 我是超人 拯救地球 希望你是我的那个超级女生 今天为什么要穿成这样的 来删入舞台 我自己心里有一个大沙漠 想当一个英雄 你实现了吗 在往这方面努力着 好 还在实现的路上 今天走了第一步 好 来 有请Mr.Rite 为我们匹配出前三十位女生 好 掌声欢迎的三岁姑娘登场 好 姑娘们辛苦了 来 我们一起来欢迎超人叶天琪 来 先找出自己心仪的姑娘 我能走今年康吗 可以 还没找到 要不要我把那剩下七十个女孩都喊来 找到了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理论上最匹配那位女生她是谁 和男嘉宾最匹配的是 23号 朱思慧 朱思慧和叶天琪的匹配总分75分 外形86 兴趣基础 个性67 婚姻价值观69 男嘉宾 我特别喜欢当红色 你是不是也很喜欢当红色 对 我喜欢红色 然后连裤子都都红的 里面的 男嘉宾 我很喜欢我自己 你是不是也很喜欢 说嘛 你自恋吗 我说我喜欢我自己 就是你也喜欢你自己 还是你也喜欢我 还是你都喜欢 你是不是说他把我弄乱了 这个简单问题就把你弄乱了 难怪你站那么长时间 找不着女朋友 他说我很喜欢我自己 你很简单 我也很喜欢我自己 对 不是这样的 其实你应该回答都喜欢 你应该比较会管你的男朋友吧 我现在没有男朋友 你觉得我会管你吗 不是 不是 我就说以后咱们在一起 你会管我 你都想得那么长远了 那必须的 那你心仪女神是我对不对 可以观察一下 就拒绝我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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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他不能拒绝吗 不可以的 这么多人好丢脸的 又不是第一次被人追求 谢谢各位的掌声 超人来了 我们看看第一眼 对超人的感觉怎么样 请选择 对 对 余莹 你懂得欣赏男人吗 我懂得欣赏男人 对 那你看到这样一款了 你还居然灭灯 男嘉宾你今天办的是超人吗 对 你裤子穿的是不是不太对呀 不能说太急了 我忘穿外面了 好吧 就穿反了是吧 好 那给一点时间到厕所 把它换过来好不好 你刚才披着披风的时候 我觉得挺像超人的 但是你一脱了披风嘛 我觉得你特别像消防队队员 我来灭火了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钢铁侠 不太喜欢超人超人超人 所以觉得我做不了你的超人 谢谢你们 好 来 16号 高梦露 你好 不要叫我男嘉宾了 叫我天琪吧 好 来 试一下看看 天琪你好 梦露你好 有点承受不了 对应该还不错 就是你肤色跟我挺匹配的 继续看一下后面的感觉 我比较喜欢皮肤稍微有一点白 但是不是特别白的那种 我年代18号野心情就不用再讲话了 是吧 你的皮肤是一直是这种颜色吗 还是说有跟我一样到海边去晒过 我除了跟启明哥一样的色号的粉底 他抱你的料 我是真的黑色 我是假黑 启明哥 我觉得只要健康就好了 天琪 嗨 你知道我的日文名字叫什么吗 妞妞 人家英文名那么爱丽丝 什么那么阳系 轮到我就妞妞了 开玩笑 你那国际大牌啊 我的英文名字叫Superwoman 你在找我的吗 对 对 黑夜给了你肤色的眼睛 所以你要来寻找肤色 不要喜欢皮肤白痴的女生 天琪 扎喊啊 天琪你好 我跟你说啊 相似的人适合一起玩耍 像什么Superwoman啊 只适合一起玩耍 互补的人才可以一起变老 你喜欢白的是吧 你看我白吗 你看看你右边 不看那边 只看我就可以了 他打了 他打了粉了 你看我 挺白的 挺白的是吧 那这样你是Superman 我是白髓公主 你来保护我好不好 我教你回答 好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今天这个发型弄得不错 我终于看到了你完整的一张脸 好 我也今天是头一回真的 发现20号张签锐脸是多么的小 来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男嘉宾 曾经在这个舞台待过 但是他没有找到 那生活中的他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一起来看VCR 我叶天琪又回来了 牵我走的那个女生 她抛弃了我 我也那么无聊吗 我也那么无趣吗 三年的时间里 让我从一个古板内向的男人 变成了一朵 娇艳欲滴的奇葩 在我看来 身体是男人的殿堂 三年来 我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变得更加强壮 在运动时候 变得更加有耐力 更加持久 三年的时间里面 我拿下了全国健身健美锦票赛的亚军 我还拿下了厦门战酷盖的冠军 三年来我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加完美 当然我也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择有标准 那我希望她呢皮肤越白越好 声音越假越好 性格越怪越好 如果会跳舞假十分钟 黑十分钟 那我让她击报导 对 我会跳舞 我可以跳舞 这种可爱的车身体 所以野心心应该会特别喜欢的 对 因为肌肉难健康 能保护我 你不需要再用拖车了 有什么事情直接找我 我直接一个顶两个拖车 一个才顶俩 秦明哥你知道我的要求 是一个顶十个的 是 猜俩 男嘉宾 你的攻二头肌不错 我喜欢 你的攻三头肌也不错 我也喜欢 你的胸肌更不错 我最喜欢 所以小伙伴们 放开这个男孩 放过这个男孩 让我来 天琪 你好 义琪 你好 我刚刚下来 拍下她的胸肌 对 我还在想 我说刚才被谁 真的好有质感 你来到这个舞台 还想不给我们表演一段吗 我想 你想看哪一段 肌肉 你可以做到我背上吧 爬错 一点意义都没有 要么就我们嫖童做 行不行 挑战一下 真的假的 真的 真的 来 表头 真的很重 用力坐 来 脚给我 没事 她害怕 她害怕了吗 这舞台让全比你轻 你说换谁 换一个呀 好 你就坐我肩上就好 哎呀 不是 为什么不让我坐呀 这准备好吗 把腰踢起来就好了 好 下蹲几次 来 一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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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好 一边一个是吧 试一下呗 来 来 试一下 不好啊 我会起来的 哎 怎么才起来一个 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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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卖力了 这几次一个 哎 怎么才一个啊 试试试试试没上来啊 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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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你不着急 这孩子你 反正蹲得太低了是吧 这早点直接上来 对 就像我们举杠铃一样 这刚那个开始那一下头 你应该是好 这样子这样子 哎呀 对对对 厉害 厉害的 看完这个短片之后 还是有人不欣赏你的身体 14号费试试 我不是不欣赏你的身材 我非常喜欢 但是你喜欢的女孩是 就是性格要越乖越好 就看到这儿我就灭灯了 可是听到后面 越会跳舞越好 我就后悔了 怎么办 你还有机会吗 跳一段就更亮 跳一段就更亮 灯就亮了是吧 对 你说我跳一段就可以亮灯是吗 我没说 他说的 跳了再说 好 来 好 但是不能硬扑啊 Benson 谢谢 给你们 登到目前没有变 看导演上 你肌肉呢 代表了力量 可是你看我们费旋跳舞呢 也能给人感受到一种力量感 但是你要小心 就是跳久了这种舞以后 你会觉得自己就是个男人 没有啊 真的 我觉得很性感 对啊 我跟她聊天 有眼光 要你说啊 天奇 天奇 你太有眼光了 我爸 你觉得我像男人吗 没有 我说你跳多了以后 是种阳刚的舞蹈 让男人自残行贿 你懂吗 没有 这种 她都表达不出这种力量的感觉 哦 这只是我的专业而已 他们会理解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大考问 曾经从这个舞台走了之后 就被人抛弃了 在那样的一段牵手的过程当中 他输在哪里 有请Mr.Rate 大考问 考问开始 你父母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他们分隔两地 为什么 因为我比赛需要一个专门的营养师 我妈要照顾我的饮食 需要这些收入来贴补家庭吗 对的 因为比赛的时候花销很大 父母是工薪阶层嘛 没有过多的收入 靠我做工作来贴补家用 你对另一半的要求是什么样的 能够接受我现在的一个家庭状况 如果你结婚了 你的父母会怎么安排呢 我是打算在厦门买房 然后我会把他们接到一起 然后在我的房产证上 写上我和我老婆的名字 如果是有房贷的话 每个月房贷我来交 因为自己要去创立自己的事业 还影响到了自己的父母亲 分居两地 没错 那包括我就是来录节目嘛 她可能现在在哪个餐馆里面 还在帮别人做一些 简单的一些后勤工作 妈妈不仅来到这边 跟自己的老公分开 照顾你 没错 同时她还要再去打一份工 三份 三份 这应该说是最辛苦的吧 服务业当中 没错 没错 我当时跟她讲 我说你不就不要做了 你过来就照顾我就好了 她也想说跟我分担一点 一点家庭的一些负担嘛 我经常会从那个店门口走过 我就看到她忙碌的身影 看她一脸不知疲倦的样子 我就觉得我的儿子做到这一步 我觉得还应该再努力努力了 你应该明白 你妈做的一切都是为什么 对对对 每天拼命地去接活 让你有更多的营养补充 然后实现你的梦想 所以说那有一次参加那个 时尚男士先生在厦门站 我拿冠军的时候 那个时候最好是我妈的生日 我就相当于把一个最好的礼物 送给她了 我想说的是 妈 你不要那么辛苦了 儿子在不久的将来 一定会给你一个你想要的大方子 好 希望你能够梦想成真好 我特别欣慕有自己的妈妈 一直陪在自己身边的孩子 我以前就是在外面打工的时候 自己想买一点那种吃的 但是我会想到我的妈妈 然后我就觉得我不能乱买东西 乱买东西的话 她在家里面特别地辛苦 一定要展现好好的孝顺家里面的人 谢谢 好 但是董事的孩子都应该这样 立真的妈妈很早就不在世了 所以呢 即便是看到一个辛苦的妈妈的样子 她还是觉得是一种幸福 因为她没有 因为你现在还在拥有着 所以她就希望你能好好地 对自己的爸爸妈妈 好 谢谢丽真 好 我觉得男嘉宾不仅在身材上 有肌肉能给我安全感 整体的这个人的内在 也能给我安全感 现在的年轻人当中 很少有这么孝顺父母 还对老婆这么好 她说她结婚以后 要把房产证写上老婆的名字 并且她去还贷 我不希望说对方会想着 有房贷这个压力 如果说女人会想着 整天会想着压力压力 她会容易变老 因为男人老一点无所谓 越老越有魅力嘛 对吧 所以说男嘉宾真的很棒 你现在交接条件不是很好 那以后你结婚了的话 会给你的女朋友 一个什么样的婚礼呢 其实每个女孩子心里 都有一个公主梦 如果我能跟她在一起 我会提前一年 或者是更长时间 去准备这个东西 我一定不会让她 在她的婚礼上留下遗憾 我想告诉你 如果她要是真爱你的话 她不会在乎婚礼 是什么样的形式 我是有我一次婚姻的人 当时我那个婚礼 排场特别地大 很隆重 但是现在还是离婚了 我想告诉你就是 如果以后你结婚了的话 可以根据你自身的条件 最重要的是温馨 大家在一起幸福开心就好了 祝福你 谢谢 李天勤先生 他有一双非常优秀的父母 很了不起 尤其是妈妈 这个儿子在这儿呢 也表达出自己对母亲的那份爱 更多地也可以感受到 他迫切地想要成为一个成功的人 来 刘灯的姑娘们 请你们选择 来 掌声有请 鲍文熙 鲍文熙 叶田奇 疲惫总分69分 外情67 兴趣60 各警74 婚姻价值端等下 鲍文熙24岁 本科双学位银行客户经理 在北京 想找一个长相 端正身高185左右 要有点生活情绪的男人 来 看一下心仪的姑娘她是谁 14号 来 菲璇 来自世纪家园交友网站 菲璇 22岁 本科 辅导老师在北京 不喜欢身材带瘦弱的男生 不喜欢非主流的男生 不喜欢长头发的男生 低费总分67分 外情65 性质 79 个性51 婚姻价值端等下 虽然她的家庭条件不好 但是她其实是挺有能力的 我是在银行做客户经理的 我可以用我的专业 帮助她做这个事业的规划 这个女人很愿意帮助你 帮助你去实现梦想 最关键一点 她愿意跟一个长相俊美 身材健硕的男人在一起 好 你们两个感觉怎么样 挺好的 因为我觉得孝顺的人 总是不会坏到哪去 这是我妈告诉我的 而且我是一个特别孝顺的人 还有问题 没有了吧 没有 来 走到两位姑娘中间 来 倒数5秒 然后走向想牵手的女生 5 4 3 2 叶天琪 请选择 这个是我多年的一个积展的积蓄 如果你接受的话 这个你可以拿去给我保管 也能查查上面有多少的数字 你想用就用了 然后以后她做紫衣 我现在刚毕业也想在北京再发展一段时间 因为毕竟在那儿流下我的汗水跟眼泪 所以让我一滴恋可能会有点问题 如果我会从那边过来 当然那边也是 我有能够发展的这个情况 那你能接受吗 异地 不是你说来就那么简单的 因为你也付出了很多 可能我会考虑更多的是现实的问题 你需要的 需要的东西 其实也是我曾经想要的东西 我会给你一些建议和一些经验 两根在一起奋斗是甜蜜的 你需要的 需要的东西 其实也是我曾经想要的东西 我会给你一些建议和一些经验 你两根在一起奋斗是甜蜜的 我会给你一些建议和一些经验 好 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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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不想哭 那你就别做了 我会想哭 我会想哭 你会想哭 好 吵架 你一定会成功 不想我会想吗 不想我会想象 好 谢谢 谢谢 飞雪 你们都处于 去追寻自己梦想的路上 所以这一路 真的挺不容易 挺辛苦的 所以她不忍心去伤害 一个跟她一样奋斗的男人 爱不仅仅是一种感动 所以你要理解 缘分还没到 我支持你的 超人 加油 当我们树立了自己的梦想 凝确了自己的目标以后 我们每一个内心都会觉得 自己就像一个超人一样 我一定能够最快地 接近我的目标 实现我的梦想 但是就是在奔向梦想这个路上 真的是经济密布 每走一步 你都能感受到那种切实的痛苦和心酸 爱情同样的意思 小宝 前面的路很长 你一定有能力获得自己想要的那一份 幸福和爱情 好 别忘了 先要招呼好 爹和娘 祝福你 欢迎各位收看春季我们约会吧 您可以在世界家园交易网报名 我不要不自信的女生 我不要浓妆艳抹的女人 我不要外表太强势的女人 掌声欢迎曾经人气最高的男嘉宾 登场 欢迎你 大家好 我的蔡长健 今年24岁 来自于上海 我的交友宣言是 青春不常在 抓紧谈恋爱 谈好就结婚 好生下一代 你一代我一代 传宗又结代 附地重游有没有发现 我们这发生很大变化 变化太大了 美女越来越多了 原来这个在那守了很长时间 也没守到 今天有信心吗 有 有信心 好 好 来 有请Mr.Ride为我们匹配出前三岁女生 掌声欢迎的三岁姑娘登场 我们一起来欢迎蔡长健帅哥 特别的在乎外表呢 完了是有气质不断散发的那种女生 对 跟我应该是差不多的 关键是气 有的时候可以低调一点 但是有的时候必须要大女人一些 就是说这个长相上也能说得过去 对 最起码就像王雨萱这样的 那一战永远就是特有的一个姿势 手搭在自己的膀上 好 来 我们来看看心仪的姑娘会是王雨萱吗 好 心仪的姑娘已经产生了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理论上最匹配的 和男嘉宾最匹配的是 对 14号 王雨萱 王雨萱菜仓店 匹配总分76分 外形87 兴趣77 个性67 婚姻价值关系69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咱俩最匹配的地方你知道是什么吗 穿着 你时尚我也时尚 对 这个是欧美发 你喜欢吗 对 以前我走的就这个路线 我现在有可能是有点 什么什么大气上打次了 高端大气上 对对对 给我的那个穿着打一个分 满分多少 满分100分 给你110 谢谢 记住了 理论上最几位的诗词王雨萱 好 姑娘们来 来来来来 我们看一下帅哥对帅哥第一眼影像 究竟感觉怎么样 好 喜欢的留灯 不喜欢的灭灯 谢谢 你的外表真的是蛮帅的 谢谢 但是你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的 你喜欢什么类型 胖的 戴眼镜的 我想说其实 有些事情你不能等 就像爱情 你太矜持 一等再等 错过的不仅仅是这段缘分 但同时你也错过了两个人在一起享受的这段过程 我觉得你太帅了 保不住 你应该听不懂他讲什么吧 听不懂 听不懂 今天你的打扮很帅气 但是命中注定 今天我不是为你而来 你也不是为我而来 没有演员 谢谢 潇洒乃我本性 算是命中注定 命中注定我跟你没有演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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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台给我感觉吊儿郎当 我喜欢成文一点 虽然你很帅 吊儿郎当呢 他是这样的 我呢 气场明显就是 帅气潇洒欧美范嘛 对 你是潇洒帅气欧美范 但是略带吊儿郎当 反正应该姐妹们会喜欢 但是不是我的财 好 谢谢 他是想达到一种放松的状态 对对对对 但这种状态呢 可能稍微走偏了一点点 我爸 怎么样 就是放的这个幅度大了以后 可能会让人家觉得有点吊儿郎 那我紧点 没关系没关系 我们来看一看他到底是干什么的 曾经来过这个舞台 为什么今天又再一次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短片 今天大家可以随时灭灯 我就是那个帅气潇洒的 我们是一群来自北方的狼 两年就这样过去了 我没有找到自己心仪的女孩 所以我又回来了 两年前我在东北是一个个体 我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你梦中情人是吴欣 所以你到底爱什么 首先我肯定喜欢吴欣是对的 通过我去了约会以后 我有很大的变化 我去了北京做了一年的北漂 现在需要更加的充实自己 所以来到了上海戏剧学院读书 我现在是上海戏剧学院 答案的一名学生 现在我在班级里算是一个大哥哥 我的学习之余就是拍拍影视剧 拍拍广告 之前我有拍过四部电视连续剧 虽然我不是主演吧 但是我用心去揣摩每个角色 我个人来说有的时候特别的嗨 特别的开心 性格特别的外向 虽然我不知道我唱的是什么 但是我这个调都对 但是有的时候也很内向 我喜欢找一个静一点的地方 我喜欢听音乐啊 向左 向右 出手 再出手 这就是宫廷舞 在闲暇的时候呢 我有去学英语 因为在上海这种大都市 你要是不会英的类识 你就不符合我这个欧美范 这是 也是走到四处都碰壁 所以我要充实自己 给自己充电 你叫什么名字 所以我每天都去学英语 你好 你好 这里就是我在上海的家 也可以说它是一个临时住所 每次从外地拍戏回到家里 我都觉得很孤单 没有一种家的感觉 我想找另一半的那种感觉 其实很简单 回到家里有一碗热汤 有一缕为我照亮的灯光 然后还有一个我心爱的女人 在那里等我 我觉得那才叫一种幸福 希望我在今天能有幸把你带走 曾经我们约会吧的男嘉宾 现在是上海戏剧学院的大尔的学生 我来找一个跟你一样在校园里的 但是已经灭了你的灯了 27号 好 忘了什么 我 你的名字 我的名字是杨萱 好 再见 好 再见 结束了 好 我的名字 我是学生 好 我的名字 目前我 学生 我是学生 你帅得一塌糊涂 真的很帅 谢谢 你看吧 看吧 就只要有人说他帅他就 嗯 谢谢 就是很嘚瑟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吧你是演员嘛 那你给我们演一个 就谦虚甚至有一些自卑的男人 演一下 你要我演什么 我需要跟你配合一下 好 来吧 可以啊 他是一个来想跟导演谈一下 我可不可以演男一号这个问题 要放下自己的身段 好 你先介绍一下自己啊 你好 导演 你好 我在山上见24岁 你这么起干嘛呀 因为我看见你这么有气质 所以说 我什么气质 你气质高雅啊 你气质不一样啊 我今天很可爱的 怎么能是高雅呢 是吗 你骨子里散发的东西 你自己都没有发觉 好吧 男一号吧 谢谢你 他真的是自卑不了 他脸上就是那个 不是很自卑 没有 因为我在现场有可能 真的自卑不下来 还真要给我一个那个氛围 那个场景有可能OK 他今年才大二嘛 对他要求也不要太高 所以这个男一号就算了 好不好 好 这样子 我来演可以吗 谢谢你 穆静雅 其实穆静雅 可能是想改变一下 你刚刚现在在舞台上 这个形象的感觉 是不是能收一点 大家千万不要误会 因为来到这个舞台 我觉得就可能回家的感觉 特别是邱老师 我见到你以后也特别亲切 你觉不觉得我们的 某些方面有些相似 都是男的 不错 我们都是那种潇洒帅气的欧美份 我觉得有点高啊 其实我挺接地气的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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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真达不到这样 住宿会这种方法 邱老师啊 你不要让我在我的白马王子面前 丢脸好不好 哦 亲爱的 你又撒娇了 你能正常了吗 没有没有 就是因为它真的很像我梦 风想中的那种白马王子 你看穿得这么白 长得这么白 白马王子 一路我看你好像VCR说 你这几年变了很多嘛 那你能不能用一首歌来描述一下 你这几年的变化呢 这样吧 我用两首歌唱出曾经和现在的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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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老家 哎 就住在那个腿 我是那个腿里土生土长的人啊 你看腿子不砸大呀 妈妈有山有水有树林 灵力相亲更和睦 老少爷们更和曲 这个是曾经的我 心多卷了 这个好 泪也干了 这份深情难舍难了 曾经拥有 天荒地老 已不见你 无暮于朝朝 好 因为我的变化 曾经两首歌 大家都能感受到 从东北唱到了台北 就是人越来越洋范了 是这意思吧 主要关键是气货 泡马溜溜的山上 一朵溜溜的银油 短短溜溜的照耗在 看上溜溜的银油 秦明哥 给我找到那套 有点冷 有点冷了吧 有点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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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没有原来游业 我知道他长得像谁 嗯 长得像我男朋友 特别像 所以你就一直保持给他留灯 对 就是你了解他对他的感情的态度吗 还没了解 对 最重要的是我要了解你一下 个人的那个经历 好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 大考文这个番茧 来看一看 即将成为主演的 我们上戏的这位大二组学生 他对感情有什么样的要求 有请Mr.Roy大考文 考文开始 老约会没有给你的感情 带来过机会吗 有带来过 下了舞台以后 有一个女孩很执着 我每到一个城市 有可能在某个地方 发一个微博 她就会去找到我 时间久了 我真的被感动了 后来我们就走到了一起 对 那你喜欢她吗 有想过跟她在一起后 进一步发展吗 我是当时想着和她结婚 我把她当作我的另一半 当作我的一生的另一半来看 那后来你们为什么会分开 她消失了 有努力去找过她吗 有 然后她去过的所有的城市 包括她想去的地方 还有就是我们在一起去过的地方 我曾经都找过她 然后 还是不了了之吧 考文完毕 是有过情伤的一个男人 而且被伤害得莫名其妙 当然再恐怕你都不了解 对方为什么要把你揣掉 是这样的 我们相爱相识了半年 她患上了白血病 我当时是愿意和她一起去和病魔抗争到底 去渡过难关的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她选择了不告而别 原来是这样的一段不告而别 然后就没有了她的音讯嘛 然后这也是我长这么大以来 可以说第一次让我尝到了什么叫做生离死别的痛苦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你在哪里 也许你在一个更美的地方 也许还在 还在这个世界上 然后 我一直在很想你 千言万语会成一句话 希望你幸福 永远幸福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但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是 一直一直的相伴在左右 我们可以做到不离不弃 我相信你讲的这些发自恢复的声音 应该是她最想听到的 会有你想要的幸福的感觉 莫颖的感情经历 我心中一个被封印很久的回忆 就触动了一下 我前男友也是消失 也是有病的内容吗 不是 她因为遇到人生的一个平静 遇到很大的困难 我是精进自己所有去帮她的 我明白 就是你为她付出了极多的东西 可是她跟你分手的时候 连个理由都不给你 对 没有任何理由 对吧 对 所以你这个事情还纠结吗 没有纠结了 因为我不后悔自己做任何一件事情 我 会影响到你未来找男朋友吗 不会 不会 我阻止不了任何人做所有的事情 但是我可以让自己做到最好 让自己觉得为心无愧 因为我曾经没有做过任何错的地方 我对待每一个感情都会很认真 然后我也会很希望下一段感情很美好 曾经的美好和很多回忆都是不可磨灭的 就像你一样 即使最后在一块没有结果 但是我们曾经拥有 曾经美好过 对 是这样的 我想说一下 就是我的感受 会有一些人问 蔡张健 你真的去 能把这件事情当做没有发生 重新地去面对吗 能 这能 因为这是一个人的一个经历 也是一个每个人都要走过的一条路 我觉得 就像我 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对我来说呢就是 真的让我久久难忘 通过这件事情呢 她也更让我懂得了 去会更加珍惜和爱惜身边的人 如果今天我遇到那个她 这一次 我绝不会再让她从我身边走开 对 我们应该应有每一次 从自己身边经过 或者插肩而过的 每一次美好的经历 都应该真心去真诚地对待彼此 来 我们接下来 现在刘登的姑娘们要投票了 蔡昌健先生 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 她是想找一个能够知道疼她 知道关心她的女人 希望她能够实现这个愿望 姑娘们 请选择 优优独播 26号吕智伯 23号慕晋雅 20号蔡羊 来三位 一分钟的时间 再次向男嘉宾表达一下 你为什么要为他留灯 我能做的不多 但是你需要的时候 我总是在的 我发现你有那个男佣的潜质 因为我跟你对戏的时候 你特别开心 想找书女朝这儿看 来看我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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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喜欢像你这种 就是又能嘚瑟 又自恋的东北老爷们 然后你不是欧美范吗 怎么又说嘚瑟 我的小伙伴们都叫我是 高端大气乡村范 我觉得咱们俩特别配 然后你把我牵走吧 以后在我的世界里 只有你消失 没有我消失的份 还有愿意为你消失的份 好 来 三位当中只能留下其中的一位 李志伯 26号 李志伯 李志伯 菜肠店 匹配总分63分 外形73 兴趣58 个性80 婚姻加持观 李志伯 22岁本科自由职业 在北京 单亲家庭跟父亲长大 想找一位成熟 像父亲一样的男人 最好单眼皮小眼睛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心仪的姑娘她是谁 10号 葛葛宁 有请 葛葛宁 菜肠店 匹配总分67分 外形65 兴趣79 个性51 婚姻加持观52 葛葛宁 20岁 大专 服装店店店主在宁波 男朋友出去玩 一定要带上自己 不喜欢爱吹牛的男生 希望以后定居 离家近一点 期待一刻 到处五秒 五 四 现在继续 三 二 蔡张健先生 请选择 谢谢 好 谢谢李自伯 其实倒比我白这个环节 我觉得我有点紧张 因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跟别人表白 对 都是别人跟我表白 但是我今天看见你以后 我想跟你表白 我对你真的是蛮有好感的 我希望你能和我牵手 假如说你和我牵手 我会向你保证 以后我会让你成为 这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之一 真心地希望你和我牵手 对不起 你考虑一下好吗 你太快了做出决定 我觉得你给我的感觉也太漂亮了 你的职业包括你演戏啊 唱歌啊 读戏剧学员 这个都不是我想要的男朋友的类型 我是做演员 是我从事艺术 但是也有 也有 也有很好的 对吧 你懂我的意思吗 懂 你长得帅的人 一般都比较容易被编故事 但是我想说就是因为你太帅了 我觉得你应该有很多的女粉丝 我怕我跟你在一起 会被他们给灭了 你既然觉得这个职业不适合你 觉得我不靠谱的话 那我还是祝福你 希望你居下来能最短的时间内找到那个她 我不勉强你 谢谢 好 谢谢主席 谢谢 谢谢帅哥 现在女孩子都很喜欢一个词叫安全感 实际上安全感是什么 很难以用语言来形容 但是能感受到 今天这个舞台上 最终葛格宁选择放弃 她所需要的那个安全感 也就是她嘴里所说的稳重 可能是我们男嘉宾所不能给她的 没有关系 我们有了那么多的优点了 稳重我相信总有一天也会到来 继续加油 欢迎各位收看春季我们约会吧 如果你想加入我们节目的话呢 可以通过世纪佳园交友网来报名 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报名热线 0731828712518287126 加入到我们的单身超人派对当中 另外呢还要告诉各位的是 请大家下载湖南卫视电视互动 手机客户章呼啦 加入到我们约会吧节目公会 很多惊喜 但是各位 那位辛苦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商场男嘉宾 他的爱情最主张 他不要什么 我没有三不要 但是我特别不喜欢那种 既不漂亮又不温柔 长得圆不隆动的 还老抱脾气 心情不好的时候不爱搭理人 疯疯癫癫地懒得要死 不爱学习 整天想起来有的没的的 三分钟热度 有时无理脚三分 容易生气 容易哭 更容易大笑 更重要的是 海老外跟我说我饿了 你看没有三不要 你这是十不要吧 来 掌声欢迎男嘉宾登场 你好 欢迎你 大家好 我叫王振 来自辽宁锦州 今年27岁 我的教育学员是水是有缘的 树是有根的 上电视征婚也是有原因的 没家的滋味是火热水深的 打了这些年光棍 谁不放这结婚呢 今天来到这儿 只要能找到合适的 费多大劲都是甘心的 也是我们六岁八这个舞台上的老嘉宾了 欢迎你回家 你好 感觉不错 今天 好多啊 一百个姑娘都在为你留灯 谢谢 谢谢 所以人讲话是要讲究技巧的 对不对 你第一句话上来就说 我没有三不要 一百个女孩子的放心 瞬间就被你完全征服 完了就想看你接下来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你七了啪啦的 说了有十几个不要 所以女孩子也是真的很少 一旦把你领进门了 你基本上就被骗的份儿了 来 有请Mr.Right为我们匹配出前30位女生 掌声欢迎这三岁姑娘登场 来 我们一起用全场亮灯的方式 来欢迎王拓同学 再一次回到老家 这个舞台跟原来大不一样 太大了 原来是那么多人抢一个是吧 对对对 现在是你一个人 尽享30个美眉的互动 感觉非常好吧 太好了 但是也会带来一个新的问题 就是你突然觉得眼花缭乱 不知道该选择谁 对 心仪的姑娘你找好了吗 她好了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理论上 跟我们这位重新回家的嘉宾 最匹配的她是谁 河南嘉宾最匹配的是 好 不词汇 不词汇 好 不词汇 我很壮 我很壮 就是你跟两边的女孩比 你比较壮 我这胳膊 我胳膊缝起来 跟你腿都粗 什么叫缝起来 怎么一下子突然会多出来那么多肉 就是显得我不壮 显得你不壮 因为我太瘦了 她就觉得你俩是这方面匹配 好 接下来30位姑娘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男嘉宾 你对她的第一眼印象感觉怎么样 请各位选择 11号格格宁 男嘉宾你好 我觉得你的身高 不是很符合我的要求 我比较喜欢高挑一点的男性 这我没法说 今天 男嘉宾你好 你也就别了 男嘉宾你好 你好 其实主要是你整个太弱小了 就感觉好单薄 然后没有安全感 第二就是要求实在太多了 你一定会遇到一个打破你的原则 你把她会当成例外的一个女孩 所以不需要太多的要求 我说的你可能没有仔细听 我既不喜欢那种等等的 是综合在一起 那可能就是太长了 确实够长 嗯 2号猜羊 2号猜羊 男嘉宾感觉非常靠谱 特别踏实 这样的男人应该多了解一下 看看VCR什么的 那我们就来看看VCR 看看男嘉宾究竟是不是一个靠谱的男人 一起来看VCR 我叫王赫 来自东北 现在在深圳工作 我现在从深圳回到了锦州 忙活一下饭店的工作 做得在锦州非常好 珍州道 你要想吃可以去 我吧 属于2.5人员 就是所谓的2.5人员 就是没车没房 有一半村了 我已经不是以前的2.5人员了 其实这两年来我获得的奖项很多很多 就例如有上央视春晚一等甲 还有广东十大新闻人物 还有吉尼斯世界纪录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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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数 我后来因为对深圳做贡献特别大了 深圳人才引进 把我引进到深圳变成深圳人了 但是我觉得还是东北最好 锦州最好 我希望锦州把我引进回来 真的 谢谢 拓的在大家的眼里 是一个非常天真可爱的小男孩 王拓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 平时什么都好 就是太能吹了 上天下海没有他不行的 同时王拓也是一个非常慢热的人 希望他在这里能找到自己的真爱 我相信他也会是一个特别好的老公 对面的你 你一定要把他领走哦 别看我们个子小 你看我们破了那么多的奖项 最关键的 他还是我们深圳特区引进人才 你拿的那个央视的那个一等奖 是跟舞蹈有关的吗 对对对对 咱们工人有力量 好 知道那个 后来你拿了那个吉尼斯记录是什么 叫婴儿风哥 婴儿风哥 对对对 就刚才那个微笑里有转 在这边 不停地转 对 舞跳得特别好 我们这儿呢 也有几个跳舞 跳得挺厉害的 准备好了 我是准备让王一杰上来的 来 玉杰 谢谢 厉害吗 好 厉害的 好 接下来解释一下这个舞蹈 这是讲一个故事是吗 对 讲个故事就是 我想跟你在一起 一起来 我看看你们被拿走的 来 驴儿风哥 他又要哭了 他又要哭了 没跳到高兴的时候就要声哭了 嗯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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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两位姑娘 来 5号 丽真 来自于我们云南一族 她的这个民族舞 跳得也特别的有感觉 来 丽真 来 上来看看 来 你又要穿这种服装 你就会开装 这整个服装 可能半夜一个人在马路上跳 挺怕人的就是 对 对 对 这个呢就是我们会在 我们在十五十六月亮云的时候 叫一些小姑娘和小伙子 一起去跳 这个在我们地方叫左脚舞 左脚舞 就每次都是左脚出来 对吧 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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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也是CCTV拿过奖的人 是吗 我是参加那个 星光大道 星光大道 不过我现在想插一句 你跳的那舞 让我感觉特别肥琐似的 就是莫名其妙 就是是不是你在搞笑 男嘉宾 你刚才说我们丽真姐跳的舞 匪夷所思是吧 懂不懂得欣赏袁生她啊 请问 也许她也没有见过那种舞蹈 她会觉得好奇怪 就大概就有意思 对 就是匪夷所思嘛 她就用这个词 对吧 对 她可能用词不大 这个是研究民俗学的博士 人类非物质文化的东西 都在她研究的范畴当中 那个我们丽真姐她是 她们当地那个梅葛的传人吧 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然后今天就我穿这一身 然后女嘉宾们老问 是不是周丽真的衣服啊 这应该是杜兜吧这个 不是 我说你今天女博士 怎么那么开放穿衣服 这不开放好吗 这是民族风 民族风 我的男朋友以前 他也是练过街舞 但他就是为了学这个动车 然后胳膊磨得很让人心疼 那是他练得不对 所以他放弃了 但是你也放弃了呀 我没放弃呀 我是把我的所有的梦想 全部都实现了 我也比较支持你的想法 就是明白自己在什么 一个时间段 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 对自己有一个名妻的把握 对 就像一个运动员一样 当他觉得自己代表 国家比赛代表自己的省区比赛 在这种运动生涯 可以到一个画句号的时候 他自然就会转身而退 但我相信内心里头 永远都不会离开这个舞台 好 还会想念着他 好 舞跳得好 在这儿呢还不一定管用 最关键一点呢 还得要感情对上 我们来看看男嘉宾 他对待情感 是一份什么样的态度 有请Mr.Rate 大考文 考文开始 为什么你会放心 深圳那么好的工作 回到锦州呢 我老爷就是脑术血病重 完了之后 我妈妈连续照顾他两个月 完了之后累到自己都有病了 所以说 我就特别想回去陪亲人 让我们来看一段VCR 王拓的老爷有病 我们没有及时通知他 也怕他担心 以前就是他老爷 是吧 特乐听 就是说王拓在那边上什么地方演出 上哪个台 好了我爸都会上那个市场 跟那些老头在一起就闹 特别自豪那种的 所以说王拓一回来 我爸就特殊地高兴 我从小就跟我老爷长大了 我每年的寒假暑假都去我老爷 我老爷今天八十度了 你知道在胃里查一个管是什么感觉吗 他不能自己不能咀嚼吞食食物 反正栽这个管打进去 而且你要去看的话 你就感觉他整个人瘦的都不是 以前一百八十多斤 现在一百新 没有多少时间了 医生也这么说 当时我就这么想 我不在深圳 然后就把我爸妈回来 我就回京都 我怎么活都可以活 在他前几年办寿宴的时候 他还跟我说 王拓 现在马叔叔结婚都有孩子了 我坐过马叔叔的车了 就差坐你的车了 你该娶媳婦了 我说行 老爷没有你 别想到现在连我车都坐不了 这挺遗憾的 因为我老爷的事 我想快地找一位女朋友吧 不是女朋友 老婆 为这事重重洗也好 就是想让我老爷完成这个心愿吧 好无管理 寻找自己梦想的年轻人 都知道好不容易在一个地方 落脚下来 这个机会应该有多重要 可是一旦当亲情需要的时候 他倔强地认为 我什么都不要 我就要回到锦州来 而且他无怨无悔 这可能就是跟老爷 小的时候感情特别深 小的时候我爸在国外 玩了我妈妈还是国外商务科的工作员 其实我老爷特别疼 人生在世其实就这么几年 就是人活着不能太自私 不能老被自私 好 男嘉宾你好 你是一个孝子 我非常地羡慕你 我从小都没见过我的爷爷 我奶奶是在我三岁的时候去世的 然后呢我外公外婆我妈妈是在同一年去世的 所以说现在能够陪在老人的身边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 我自己也给自己定了两年的时间 如果在这两年还没有什么的话 我决定还是回到家里面照顾我的父亲 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72岁 假如说我们的父母还有30年 每年回家一次 那么也只剩30次了 逃去逛街吃饭应酬睡觉的时间 我们真正陪在父母身边的时间只有24小时 30年不过720个小时 我一定要向男嘉宾训习 在我还没有嫁出去的时候 一定努力陪在父母身边 谢谢 在这样所有的一切 把成功的意义已经完全的物质化的今天 对于能够悟出这样道理的年轻人 真的很了不起 给我这样一个中年人也很大的启发 在今天如果你开不上一辆好一点的车 自己不能买上一套很大的房子 他往往会被判定为一个平庸的人 其实等有一天终将老去的时候 回过头来你会发现 真的一切好像是浮云一般 最重要的还是要对得起自己的内心 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 人为什么活是为了活下去还是为了活更长 还是为了离开 我今天在这个台上我的感触就是 你从深圳回到了锦州回到家人身边 但是我相信你心里面一定有一个矛盾 没有继续去建功立业去完成你的梦想 这个矛盾其实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 像我这个年纪的女孩 然后我的朋友 她们好多人都已经有计划地把父母都接到了北京 而我现在是不能说身无分文 但是我还在靠着父母养活 靠着父母吃饭 这一点我觉得特别对不起他们 但是我有一个特别理解我的父亲和母亲 我妈妈说中小不能两全 你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你这个是大小 对以后社会和人类可能都会做出贡献的大小 小小他们不在乎 只要追求你心里面的你觉得自己无愧 我觉得这就是人生的意义 从之前和女嘉宾的交流当中 我看到了你是一个很有善的倾听者 可以一句话不说只是倾听大家的故事 所以我觉得你是个善良的男人对吗 可以这么理解 那你来到舞台上你也说了 还有一部分是因为老爷 想给他找一个合格的外孙媳妇 那怎么样的女孩更适合现在的情况 走入到你的世界当中呢 我想找一个自己比较有想法的 做一点他喜欢做的啊 完了我可以为这个付出点努力啊 这里面可能还要牵扯到一点 就是关于异地的问题 像他这样可以放弃那么一个优秀的城市 而回到自己的老家去 是为了亲情 这个舞台上呢如果都像他这么孝顺 比如说天津的蔡阳 他也一定要留在天津陪自己的爸爸妈妈 这可能就会形成很大的一个障碍 这个舞台上近周都有吗 有一位啊28号杨毅啊 男嘉宾你可以考虑考虑我 咱俩不存在异地恋的问题 都在一个城市啊 对 好 谢谢大家 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选择阶段 他好像对女嘉宾是没有三不要的 不要过分地是一个怪异的女孩就好 如果你们觉得可以跟我们男嘉宾王拓相处下去的话 来 各位请选择留灯 来 掌声有请杨毅 杨毅 杨毅25岁本科个体经营在北京 自己有过一段婚事 可以接受离异不能带小孩 不喜欢生活中拉洒的男子 不喜欢肤色太白留长支架的男子 杨毅和王拓的匹配总分66分 外形69 兴趣78克兴趣56 来 我们来看一下心仪的姑娘她是谁 11号 葛德宁 葛德宁20岁大专服装店店主在宁波 男朋友出去玩一定要戴上自己 不喜欢爱吹牛的男生 希望以后定居离家境 葛德宁和王拓的匹配总分61分 外形63兴趣40个性60 好 期待一刻倒出5秒 5 4 3 2 王拓 请选择 对不起 其实用一首小事来形容我 就是温柔 体贴 长心房 勇敢阳光 懂时尚 这个就是我 一个有理想追求担当的好心人 我希望这个舞台上把你牵走 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有孝心的人 但是我觉得我们俩 距离也是一个问题 你离不算太远的吗 飞机几个小时就到了 你的身高是吗 都不是我的菜 我从小就受那个思想的教育 对不起 就是女孩的时候要她进我退她退我追她住我扰她批我打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你觉得呢 对不起 我觉得我们俩不是太合适 我觉得我们 哪儿不合适 是我没有心跳的感觉 是我没有心跳的感觉 你心不在跳吗 心动的感觉 一跳一跳不是在动吗 我自己想要不该动 我自己想要不开 然后你 我自己想要不开 我自己想要不开 这是一个荣尔丝 我对不起 王拓别逗他了 很显然他也是在为他的幸福 去做自己的该做的事情 谢谢哥哥您 握个手 好 再见 王拓 还是没有向上功 我希望尽快找到 让我姥姥能看见 相信这东西可遇不可亲 我们不能因为亲情 而去委屈爱情 也不能因为爱情 去委屈我们的亲情 能把这两者关系处理得好的 那就是一个优秀的男人 我相信王拓你能做到这一点 继续加油 要您参与我们约会吧 短信互动 手机编辑嘉宾姓名 到1066柱882009 获取嘉宾信息 就有机会 获得唯品会提供的 2000元电子消费券 智能手机和钻石情侣对戒 欢迎各位收看春季我们约会吧 您可以在世界家园交易网报名 同时还可以拨打 我们的两部报名热线 07318287 12518287 1261 加入到我们的 单身朝人Party当中 另外呢 节目当中牵手成功的嘉宾呢 将会获得我们 每人1000元的约会基金 以及每人价值1000元的礼品一份 另外如果男嘉宾的新衣女生 和最匹配的女生 是同一个人 并且最终两人牵手成功的话 她们将会获得 和爱情圣体马尔代夫岛的 严密之旅 接下来上来这位呢 被号称为叫南版的蔡阳 因为她在这个舞台上 连续占了32场铁打的钉子裤 来我们看看她的爱情最主张 她不要什么 我不要腿比我粗的女生 我不要腰间有坠肉的女生 我不要近两年 没有结婚打算的女生 掌声欢迎钉子裤登场 欢迎你 好 大家好 我叫余洋 来自广东深圳 我的骄傲宣言是 带一个靠谱的她跟我回家结婚吧 原来32场就是你啊 是我 好 现在你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外号了 叫南版蔡阳 这蔡阳我知道她也站了很久 是 今天我是特别想来看看她 是 蔡阳好 我是余洋 咱们双阳组合 可以称霸我们约会了是吧 好 来 让我们有请Mr.Ride 为我们匹配出前三岁女生 掌声欢迎的三岁姑娘登场 我们一起来欢迎我们的老嘉宾 二次返场的余洋先生 这次来站在舞台跟上一次有不同的感觉吗 以前我们是 简单说几个 18个男人选一个女孩子 现在是30个女孩子选我一个 我在这看得眼都花了 而且第二有种回家的感觉吧 你想想上过我们约会吧的 然后又隔了那么长时间了 还是找不着人 于是 家就伸出了慈爱之手 感谢父母们能救我一把 好 来 先挑出第一眼看上去 就相当喜欢的那一位 心仪的姑娘 好 心仪的姑娘已经产生了 只要是个女的就行 这个外表都是浮云 老了以后都一样 在乎外表的这些男生都很浅薄 俗 俗 太俗 是吧 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理论上最匹配的女人 会长什么样 有请Mr.R 和男嘉宾最匹配的是 20号 蔡阳 是来自世纪佳园交流网站 总分77 外形89 兴趣82 特性66 婚姻 价值观67 果真 Mr.Right 是明白你的意思 这样钉子一块儿吧 我以前就是一个钉子户 以前何老师形容我 就是流水的男嘉宾 鞋打的一样 我一直戳在那戳了有大半年 最好说有请求 就是我特别想叫派杨出来 我想看一下她的腿 因为我以前站在那站着 特别累 我想看她的腿 就是什么样 来 蔡阳 来 咱俩好像真差不了多少 给俩冰子步看看交流一下 做冰子步的感受 我先说一下吧 这个越南无数以后 心里是怎么想的 其实吧 我觉得这些对我都不是问题 毕竟我已经完美成这个样子了 我觉得如果来的男嘉宾 都像是你这个质量的话 我早就欠质质了 你不觉得我这大饼链 英伦范帅哥 这个饼过大了吗 不 我觉得就是只有你这样的话 搞对象蔡布丹森被敲 真的 对 我挺喜欢 这腿还挺细腻 达到我的要求 喝聊天给我朋友 那必须的 你形容一段 我用天津快板成吗 行 来吧 猪玩那么一打呀 别爱得咱不夸 夸一夸 夸一夸 我们远会把男嘉宾吧 你要夸他 就是我的像一朵话 千万可别说 羽羊长得像包子 我就是那个大包子 来 谢谢 谢谢蔡羊 Mr.Right 把你们俩匹配在一起 可能是源于都是丁字互贝 但是从外形等各方面 说心里话 你配我们蔡羊 还稍微的有点勉勉勉强 是 我们这个约会一朵画 对吧 我也是一棵草啊以前 咦 他说的你是狗不离暴杂 好吧 还是可以的 也没有特别不喜欢 但是也没有特别喜欢 看你之后下来的表现了 好 我一定好好表现 来 姑娘们 我们来看看 对于我们曾经的男嘉宾 再一次走上约会吧的这个舞台 看一看你们对他第一眼印象怎么样 各位 请选择 二十六号秦之队 你和蔡羊吧 应该是天造地设了一对 如果我继续留灯的话 那就要棒打鸳鸯了 所以我不得不支持你们走到最后 谢谢 那你怎么认为你不是我的姓氏呢 从刚上台开始选那个 新的女生 我又发现了 您的眼睛全都聚焦在那边 所以我又别的掺恶了 这个眼睛虽然是心灵的超乎 但是有时候也会骗人的 但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一些 好吧 男嘉宾 你好 从我这个方向看 你穿的黑西服 黑西裤 启明哥也穿的黑西服 黑西裤 但是我爸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种 成熟的男人的感觉 你爸我这么看过去就有点像卖保险 对 你就说我是没气场的 对 没有 不是没气场 你有卖保险的气场 我知道我的第二职业是什么了 现在这卖保险的 跟主持人之间的区别只有一条 看他扎不扎脸蛋 其他都一样 没有 跟人有关系 比如说跟服装有关系 心造型 好 看看被我说成是卖保险的 这位男生 生活当中到底是做什么的 一起来看短片 你是有心仪的还是没有心仪的 于扬 于扬吧 如果可以跟于扬做朋友就挺好的 你为什么灭我灯呀 你是委婉地拒绝了我对吧 你这么漂亮你都不要 你到底要站到什么时候 不太是我心目中的那个霸妻欲解 那种感觉 我觉得你说的只有一个女人可以 谁 武则天 离开约会吧大概已经有一年半的时间了吧 其实上完约会吧我的改变真的是很大 首先从工作来讲 我也从一个小小的职员 变成为区域经理 所以工作变得特别忙碌 每天八点钟起床上班 然后有的时候经常工作到十一点 甚至通宵 平常交班太累的时候呢 我就在这个我的小屋休息一下 你看这个地方很小 但是比较中心 没错 怎么样还是不错的吧 太久没休息 让我先睡一会吧 自从她上了我们约会吧之后 她就活了 就朋友圈 一天微博 网络 有很多慕名而来的女生找她呀 其实上完约会吧 真是特别多女孩来找我 完了我自己感觉也不错 但是就是因为工作太忙了 只停留在感觉上没有深接触 也就这样了 余杨她根本就不是工作忙 我跟你讲就是太挑 我跟你讲 现场的女孩们啊 你们可千万别惯着她 该灭灯就灭灯 不是说是钉子户 就是太挑 要求高啊 我现在就想找一个能够踏实跟我过日子的女孩 给我一起结个婚 生个大胖小子 就行了 现在她台上我听说有叫蔡杨的女嘉宾 已经占了一年的时间了 时间已经超越我了 成为约会吧的女丁子 你要是实在迷恋哥的话 那就跟哥走算了 如果你不迷恋哥 那就见好就收 找个差不多就行了 别那么高标准了 要不然你就会孤独终老 和我一样了 看来你今天就冲着人来的是吧 人直接把我给灭了 我们俩都沦为顶子户了 她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我哪能不给她忌讳 其实我觉得男嘉宾现在也挺不错 但是她错就错在她 不应该把她以前的视频放出来 我心里有点接受不了 为什么 你吃醋吗 不是 我就觉得你怎么可以胖了这么多 而且吧 您又那么挑剔 人都说您挑剔 我看我这小端头小矮个的话 可能不太配得上 实际看你现在的那个 现场的人跟那个 当年的那个短片当中是 肥了一圈 30岁了 30 你岁月是把杀猪刀 她咋不过是被伤了肉宰掉呢 她就宰了她给我增肥了 所以呢真的要抓紧时间 就像你的同事讲的 也像蔡阳所说的 成为钉字户就是选择要求很高 就不达到那个模式 坚决不要 不凑合 对 除了蔡阳以外 可能还有好多钉字户啊 其实我现在真想给你们一建议 别挑了 再挑就会真孤独终老了 你看我这样挑挑 我自己都挑肥了也没找着 最好的年纪没遇上最好的女生 现在非要有这种最差的时候 再去选自己合适的 这不晚了吗 男嘉宾 我听说 你一直在约会班上站着 你一直没牵手 成了钉字户 但是你旁边的兄弟们 都牵手成功了是吗 对 以前我有一个外号叫半郎哥 只要是站在我旁边 都会牵手成功 就一直在送走我旁边的兄弟 一直在送走 一直在送走 都能牵手成功 都能牵手成功 他现在有在一起的吗 有在一起的都有结婚的 这个大脸暴躁男 就是我当时最好的战友 其实呢 我们在这个舞台非常熟悉 站了这么久 从大脸站到了肥脸 我觉得今天 鱼杨你来到这儿的话 我们就一定得选一个走 你看我都已经带女朋友过来了 哎呀 咱兄弟都已经走在前面了 你就不能落后了 你知道吗 谢谢 好 哎呀 当年的战友 你看人家出来也成双成对了 有的时候这种东西 是会有一些刺激跟压力的 特别大压力 是吧 因为我公司的同事 跟我一个阶层的 全都是结婚有孩子的 就是感觉特别像异类 是吧 但是我是真很正常 我只是想找一个 能够一起过日子的 现在标准已经降到这么低 还没找到 所以说我今天站到这儿来 我希望今天能收获 我的一份幸福吧 就像蔡阳这样的就行 是吧 妥了 他这样就妥了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 男嘉宾在情感方面 到底是不是一个很挑剔的人 如果说挑剔的话 他能挑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来 有请Mr.Roy大考问 考问开始 你之前说喜欢霸气欲解型的女孩 那你现在的标准还是这样 我的标准已经改变了 我觉得感情不是靠外貌来撑着的 是要靠一些内在的东西 感情不能有条条框框 只要找对那个有感觉的人 能够生活在一起就够了 你为什么会坚持这样一个标准 因为我是一个单亲家庭 我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是我妈妈带着我 一直从12岁到我29岁 而且我妈妈也没有再嫁 我觉得我妈对我的影响特别大 我如果要找一个 跟我过日子过得不好的女人 我就是对不起她 所以说我一定要找一个 能够踏实生活的人 你能形容一下 你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吗 我妈是一个特别温柔贤惠的 从小到大我的一切要求 我妈都会满足我 我妈也为我付出了很多 她平常生活中跟我像朋友一样 不会有太多的母子之间的差别 你现在这么着急结婚 而降低德勇标准 和你的妈妈有什么关系 因为母亲也年纪大了 我要是家里的独子 所以说我想尽快结婚 生一个孩子 来报答母亲的爱吧 考问完毕 这个舞台上呢 不缺孝顺的男嘉宾 很显然 这就是一位带着孝道 站在这个舞台上 郁姐你找到了啊 如果说有母性感觉的 你会觉得谁更像 我觉得猪丝慧 站好 确实还是比较幼 她像 对 她除了身体像 其他还像吗 我跟你说 老师很有母爱的 我经常跟小朋友 中午的时候 我给他们盛饭 让他们吃饭 然后他们就说 老师 我吃不下了 我一般都不会说 不行 一定要吃掉 我一般都是这样骗他们的 我说乖嘛 就吃五口 老师喂你 来 我们来数一下 然后一 二 三 四 五 数完了 老师说 老师 我好撑啊 然后我就说 这就对了 这就是饱的感觉 我以前从来没有吃饱过 你把孩子那小小的胃给撑坏了 你得 可能是小孩偷吃吧 遇到不想吃就不吃 但是你不能惯着他呀 对 小孩要靠吼的 是不是很有母爱 挺母爱的 我觉得找了你以后 这小孩子七八就不用愁了 肯定有人带啊 你不带啊 我也带啊 这我不是工作忙吗 不能天天带啊 肯定是我晚上带是吧 你白天那么长时间 肯定也得带的吧 那我白天也得上班啊 那咱俩的孩子怎么搬呢 那生几个呢 生五个吧 一个 对啊 一个不够 那得生 生两个好不好 没问题 你看你都答应了 好 我给你留灯 留吧 好 这是 你觉得我有母爱吗 从女嘉宾这个长相来看 特别有福相 跟我似的这个天天早满 地格方圆 这以后肯定是能给男人招财的主 首先这一点我就觉得 你特别适合当老婆 我俩特别大 而且刚才我看大口味的时候 问到就是说 你现在降低择偶标准 是跟这个妈妈有关系 你能够说说是什么有关系法吗 我妈妈的眼界也特别大了 而我就变成了同龄中的异类 首先我妈妈那边就单受了很大压力 而且我认为养儿防老 我要养着我妈妈 我这边家庭都还没定 所以说就感觉在我妈眼里 我就像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一样 现在我已经长大了 我需要去保护她 去照顾她了 到这个时候了 能看得出来 你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 你是希望后后 跟妈妈生活在一起是吗 其实我特别想照顾我妈一辈子 因为但是我妈她比较不同意 我妈一直特别为我考虑 怕影响我的生活 所以说她很拒绝和我住在一起 不论怎么样 妈妈还是希望你好的 我相信你这么优秀的人 将来能站在你身边的那个女人 她也一样足够的优秀 所以我觉得她绝对不是 你推而求其次的选择 而是你真正的有缘人 对 好 我们来进入到最后的投票环节 姑娘们 请选择 还有五盏灯要灭掉其中的两盏灯 我觉得我今天站在这里 我第一印象选择谁 那我就会笃定地选择谁 感情其实就是一份坚持 所以说我还是想争取一下 我第一印象选择的那个人 好 来看一下心仪的姑娘 她是谁 20号太阳 来自世纪佳园交友网易站 你要是早点告诉我们 我们就不费那么多事了 直接进攻 姑娘 我把这20分钟全部留给你 得撒点烟雾丹 好 好 那你走过去吧 我离开约会吧 大概也有一年半的时间了 在我走一之后 你就变成了这儿的女钉子 其实有一天我在家看电视 偶然看到了你的节目 开始看你节目之前 就感觉这女孩挺有意思的 挺说挺能闹的 你非常吸引我 在我以前的标准来讲 你不是我的标准 但是我为了你 我能打破这些条条框框 我想和你在一起 我知道你后天就过生日了 所以说我今天也给你准备了 一份特别的惊喜 哦 陈姑娘来了 是你自己做的吗 对 是我昨天亲手做的 好用心啊 男嘉宾 我说蔡阳刚刚我以为是看到蛋糕激动的 原来是看到捧蛋糕那个人 我想帮男嘉宾说几句话 其实我这一次因为个人的原因 是没有办法来参加录制的 然后男嘉宾通过那个微博联系到我 他跟我说他在节目上也关注蔡阳非常久 我觉得这个姑娘真的非常非常好 男嘉宾知道蔡阳马上要过生日 就是很有心的一个人 我也知道他是很踏实的 其实吧 我能够重新站在这个舞台上 真的很需要很大的勇气 我觉得是有一种信念的支撑着我 我只想找一个人能够跟踏踏实实过日子 我觉得爱一个人的表现就是 我能够为你付出 而我们极有回报 我觉得就是 我能够像一个骑士一样保护你 为了你 我觉得我可以付出一切 期待一刻倒数五秒 请蔡阳做出选择 谢谢 5 4 3 2 蔡阳请选择 好 走 我想说 上天麦菱没有给您想要的 并不是你不配拥有 而是你值得更好的 谢谢 哥们儿也来了 来 我22岁的时候 可能也是觉得说 要有演员看到喜欢我才会喜欢 但是我现在28岁 我觉得这些东西 可能再过个六年的话 你可能觉得会忽略的 真正在一起的话 是这个男人对你好 也许你今天站在这儿 你没有选择欲扬 你可能错过他了 但是也有一天 或许有一天 你29岁30岁的时候 你再回想起来 哎哟 当时我真后悔啊 不会 我的人生只分两段 前半段叫做不犹豫 后半段叫做不后悔 你做这么多 我真的很感动 但是你不是我心里想要的那个人 我心里有他的样子 我一定会坚持等到他 那咱们怎么办呢 兄弟 随缘吧 但我希望还是你能把这个蛋糕切开 也是过生日了嘛 好 谢谢蔡阳 好 也谢谢王淳特意赶来 好 我估计这个时候 你老娘也一定在看你这个节目 这时候啊 又没能完成任务 但是总得要说两句吧 电视机前的妈 我今天尽力了 我觉得我能站在这儿 去争取我爱的人 然后全心全意为的付出 儿子尽力了 妈 你放心吧 儿子日后一定给你找一个好媳妇 好好伺候你 好 说实话啊 还挺想让小蔡阳走的 我也希望能够看到他泪流满面地 去被一个喜欢他的男人 也是他所喜欢的男人牵手带走 但是最终呢 还有归结一刀那句话 感动或者心动 怎么是一个成熟的男人 就是明知道有些事情我可能办不到 但是我勇敢地去做了 这留下的就是我后悔 这样的男人总有机会 找到心爱的女人 继续加油 现在继续 好了 谢谢各位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你想和心仪的她 直接联系的话 请马上编辑嘉宾的姓名 发送到106695882009 就可以获取嘉宾的信息 更有机会获得钻石情侣对戒 好 号码滚动起来 3 2 1 停 恭喜这位观众朋友 获得以上的奖品 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要特别地感谢 春季食材养父 对节目的大理支持 感谢紫竹玉婷 对节目的大理支持 感谢世纪佳园交友网 你好漂亮集团 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另外还要告诉各位对视 在湖南卫视电视互动 手机客户当呼啦 加入我们约会吧 节目公会 很多惊喜等着各位 最后要提醒您的是 您可以参与 湖南卫视微信互动 把您想说的话 告诉我们的微信代言人 不名的声音 郭小伟 当你慢慢靠近我 我的节拍 都能停摆 再次确定 我的真爱 你是我 只剩一整世上 都一我二 我说这只剩试验 i marry me my baby 每个每秒每个每个 哇塞 Q 三线狗安